報告 本計畫案以台北市內湖區行政區界 為範圍涵蓋39個行政區 現有涉及的口約28萬人 面積是3157.9公頃 計畫年期以125年為目標年 計畫發布情形 在主要計畫部分是56年改制後 重新擬定南港內湖兩地主要計畫案 後因中山高速公路通過 重新擬定內湖區主要計畫變更案 西部計畫部分 目前內湖區分組11個計畫區 其中編號4、8、11位於科技走廊核心位置 已於近年陸續完成計畫檢討 在本次通檢化定為另外半領地區 4、4、1都市計畫法第26條 進行內湖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及西部計畫通盤檢討 都市發展定位及檢討原則部分 發展走地位 結合自然生態、歷史、文化交易、居住、科技與休閒機能 創造兼具科技與生、山水文化特色之 優良居住環境 整體的發展構想是以 一、以捷運無獨線作為全區發展主軸 沿線七處捷運車站為發展焦點 二、建構本區為臺北科技走廊核心地區 三、針對各生活圈發展重點進行土地使用調整 四、優先檢討低度利用之公有土地 主要關土地使用檢討原則部分 相關 根据各土地使用分区提出检讨原则 重点分注一下 住宅区的检讨原则第三点 未开替三坡地住宅区平均坡度30%以上 得由土地所有权人主动申请变更为保护区 如属地值潜在灾害者 得由本府进行变更为保护区或公共设施用地 商业区的检讨原则第一点 地零大众捷运车站输入口或据商业潜力之接口 且非位于本市都市计划划定三坡地开发建筑管制地区 变更为商业区 在保护区检讨原则部分 针对本会103年6月26日第六次委员会议 有三项决议是针对保护区的检讨原则 检讨原则部分 所以保护区这一部分 依决议因试本市 因试诠释性保护区检讨及处理原则确定后再行审议 以确保各行政区处理保护区之一致性 在公共设施检讨原则部分 将计划区区区分为区症医疗中心 西湖大湖东湖以及河滨产业等五个生活圈 针对各生活圈变更主要及西部计划 在变更 依照前述的检讨原则 提出了变更计划内容 主要分为以下五点 第一点是大型山区公园检讨 二 异商业区通检原则检讨变更 三 各生活圈的主要计划变更内容 四 各生活圈的西部计划变更内容 五 山区区域范围的调整计划 在大型山区公园检讨这一部分 内湖五十三号六十号六三号公园 波路陡峭 可及性低不利公园开闭使用 离保护区部分变更为保护区 以维护过低环境安全 在一商业区通检原则检讨变更部分 由于捷运无限的开通 那在捷运西湖站 港前站 文德站 内湖站 湖州站 及东湖站 附近 以商业区通检原则变更住宅区为商业区 在各生活圈的主要计划变更内容 这是区症医疗生活圈的变更主要计划内容 那这是西湖生活圈变更的主要计划内容 在大湖生活圈这一部分 主要计划的变更内容部分 是包括 在第五点三圈区范围调整的计划部分 编号1到3部分 是解除三圈区的地区 那编号4到5是增设三圈区的地区 本案经市府公告自103年6月12日起公开展览30天 于103年7月11日公展起满 本案迄今受理共1714件 承证意见 本案审理审计方式的 先就整体定位发展方向及检讨原则进行冲案性讨论 在一个生活圈进行主案审议 本案拟请委员会筹主专案小组以利审议 这样解放 好 谢谢 我想这个是报告案 大家看到内部冬检 这个案子非常的庞大 也非常的拓杂 那里面特别 大概创我们记录 有1714位神奇案 大概是拨我们各位会的记录 不过 我想因为这个案子属于重大审议案件 特别有五个生活圈 我们也订定了 刚刚讲的 特别订定了审议的 建议审议的这个方式 先就整体定位发展方向及这个检讨员的进行通案性的检讨之后 再针对五个生活圈一一的来进行诚议检讨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建议 那因为报告案特别都会建议是成立专案小组 我想大家委员应该可以接受吧 好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想因为这个案子属于重大的案件 刚刚讲有千多千七百多位 那我先征询各位委员是否有愿意担任专案小组 这件事 我想还是征询 因为这个案子我觉得先请重大的案子 还没有接专案 先请这位 那我想原来上征询委员意见 陈武正委员愿意担任招提人 那我们就去陈武 陈武正委员 当然我们这个内部同检的招提人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案子 谢谢大家 旁边